歡迎大家 家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家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針對這個墮胎權的東西 又被說美國又再次被撕裂了 這個跟民意是完全相反的 一個視線案 美國支持選擇權大概有接近六成 那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大法官用的理由 你聽起來會覺得非常法律技術 他就說美國憲法找不到任何條文 認為墮胎權本身是屬於基本人權 因為以前的解釋都是把它 類比到隱私權 那他就做了一些法律的辯論 就是說隱私權推論不出墮胎權之類的 然後還包括人生的權利等等 他做了很多技術性的推論 那基本上他不是完全反對墮胎 而是說聯邦沒有理由 在聯邦的層次把墮胎權當作是基本人權 所以應該把這個決定交給各州的多數的 多數的那個議員去決定 就有多數決來決定 那各州會有不同的選擇 可是那個不是人權的問題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這個不是人權問題 那他是一個政治選擇 那政治選擇就是讓各州去決定吧 他主要是這個意思 可是美國目前 至少有26個州 手上有已經準備好的法案 就是只要這個被推翻他就立刻實施 那基本上就會有幾個效應 這個當然有最嚴格的州啦 比如說Mississippi 阿拉巴馬 這非常非常嚴格的 他可能會嚴格到 除了生命危險之外 大概都不能墮胎 都不能墮胎 而且你會想說 那美國那麼大可以作弊啊 比如說你就從外州去買嘛 或者開車到別的州嘛等等 那他可能會立法限制郵政系統協助處理 所以郵政系統比如說 人家幫你寄來那個墮胎的藥 那你如果在我這個州販賣 那這個四頭磨殺罪 你去想想那個罪有多重 所以醫生也不能協助 因為這個如果弄起來就變成刑法 就變成是協助殺人罪 就變成這樣 所以一定會有非常多的個案 然後一大堆的抗爭 然後一大堆的不幸 這幾乎都可以預言的啦 就是從這個道法官會議 做出這個釋憲案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各州 亂七八糟的個案 那以美國這個國家 因為我長期觀察美國各州 一定會有一些讓你匪夷所思的個案出現 然後莫名其妙到了極點 然後他有實際的經濟效應 因為很多窮人 尤其是中低收入者 他連離開他那個州都有困難 所以你比如說你如果是在 阿拉巴馬州 你走來走去附近的州都跟你一樣保守啊 所以你必須要離開很遠的州 才有可能去實施墮胎 那這個對中低收入者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會造成一些很不幸的現象啦 比如說 事實上有已經有這樣的研究了 就是說中低收入的婦女會因為他沒有墮胎權利 然後使得他的經濟狀況更糟糕 因為他沒辦法墮胎嘛 那他就只好把小朋友生下來 那他本來就經濟狀況很差 那可能就會造成他就業更困難 那他又要養小孩 所以會有一些嚴重的連動效應啦 那這些大法官顯然都沒有在思考這些問題 這個簡直是匪夷所思喔 就是說一個這麼牽動 這麼全面的一個議題啊 他有政治效應 有經濟效應 這麼全面的一個議題 那他居然只辯論憲法的法律技術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啊 這個這個甚至我剛剛看了一篇文章 他說這使得美國在全世界立刻變成落後國家 因為你的這方面的法律的思維 竟然是用這種方式在討論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啦 很多國家的討論都是說 他的經濟效應是什麼 然後對於婦女的平等地位影響是什麼 這個才是合理討論嘛 結果他討論的過程完全沒有這些項目 這個簡直是太離譜了 是啊 這個我想要先問一下楊老師 因為來看到美國再被撕裂了 而且非常多的一些抗議活動 那美國的盟友怎麼說呢 聯合國跳出來了說 聯合國反覆重申升職權利 是婦女的重要的權利 英國首相說這是倒退的一步 馬克宏說 墮胎權是所有女性的基本權利 杜魯多說我擔心他覺得說 這個他的心是跟這些 美國的婦女的女性同胞一起的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剛才亮哥講的很深刻 幾個層面 第一個 第一個這是個人權的問題 他不是單權只是隱私權 那他牽扯到不是只是婦女 也是針對家庭 也是針對就是 特別是中下階層的經濟跟發展 那在美國這個問題 真的是非常深刻 我們在台灣在很多亞洲國家 你可能沒有那麼感受到 在美國這個問題深刻到 他甚至其實是幾十年來 每年都在華盛頓 大概有大型的這種示威 那在南方的各州你會看到 剛才亮哥告訴我們26個沒有錯 那整個中西部跟南方 全部都是紅州 已經是準備了 而且事實上都通過 相關的禁止墮胎 只有那種對生命 就是對比如說母親的身體 造成生命威脅 亂倫性侵 這些東西可以 這些州大概都是這樣規定的 可以去墮胎之外 其他居然都被禁止 而另外也有一些 除了這26個州之外 也有一些是部分禁止 所以大概只剩下東岸西岸 跟這個五大湖的這個 連這個Michigan 都是禁止的 他們都半多是以 家庭價值跟宗教 最主要這兩個訴求 那但是呢這個家庭價值 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被 拜那個川普 那個川普所提名的大法官 Emmie Bennett 她是來自印第安娜的 女性 她一直強調的就是家庭價值 那她在這次投票當中 她也是參與到這個投票 那我蠻失望的就是 那個首席大法官那個Robert 她居然也投 就是說站在這個 就是說反對墮胎的這一方 後來結果是6比3 所以這個會造成什麼呢 整個內政政治上的動亂 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槍支 暴力 種族 它事實上是跨階層 造成的很清楚的就是一個 政治上的對立 因為6個大法官投這個反對墮胎的 通通都是共和黨的這個提名人 小布希和川普 所以也通通都是這樣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那個 那個克林托姆斯 那個是老布希的時候提的人 老布希提的人 所以老布希小布希到 這個川普提的這6位法官 通通站在政黨的分際 這個告訴全世界 什麼東西 民主政治躲到今天 連這樣子一個問題 都是從政黨的利益角度 來去看事情 我們在台灣還講什麼藍綠對立 還有什麼話好講 這已經被合法化 合理化了 然後呢 這個對立就代表了民主 剛好有一篇喔 文章在CNN 是UCLA一個政治學的教授所寫的 他說習近平跟普丁是錯誤的 因為他們對民主的混亂的嘲笑 是不了解民主 他說民主看起來混亂 但是呢 是把不同的意見攤開 大家討論 這個反對胎案就告訴你 民主的混亂已經不能這樣 已經合不在一起了 已經變成一個政治的分際線 切割線 而且切得那麼深啊 所以這樣子一個議題 美國在這個問題 就真正是走向分裂 我們過去講 走向分裂只是政黨 只是種族 只是階層 這已經多深刻了 現在這個過態的議題 把這三個東西 政黨 種族 階層 通通給切下去 我覺得那個切得很深刻 這個在未來的 選舉政治當中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共和黨不一定會 這個一路笑到贏喔 因為婦女的這種自覺 她的隱私 當然會跟她的這個就是 家庭跟這個宗教 那我在去過 我以前念的學校是美國南方的嘛 那邊真的很多婦女 是認為家庭跟宗教是一切 是核心 真的有這樣子 所以這個一個議題呢 造成了美國的分裂 那是會非常深的切割的 對啊 美國被現在講說 真的是一個蠻分裂的國家 我們講了非常多次 譬如說最新這個當然是 那個墮胎的事情 還有包括德州 每次只要是那個民主黨執政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脫離聯邦的議題 那大使你怎麼看 就常常有這樣的議題出來 德州說想要脫離聯邦啦 然後還說是獨立公投等等 那更別說呢 槍枝暴力的問題 也引發大家關注 6月23號的時候 美國最高法院也裁定說 美國人有權在公共場合 攜帶槍枝作為自我的防衛 然後就被講說 這是不是有點擁槍的權力嗎 擴大擁槍的權力嗎 拜登最近也簽了一個法案 表示說呢 所謂的聯邦安全的法案 那簽署這個法案 但重點是這個法案 並沒有禁止販售突擊式的步槍 以及大容量的彈架等等的 所以槍枝暴力問題也引發討論 然後國家又非常的分裂 然後天天講這個所謂人權的問題 所謂的新疆種族滅絕等等的 尤其來看到是6月21號的時候 防止維吾爾人的強迫勞動法也生效了 但是重點是呢 華爾街日報就說 好啦你生效了 結果導致美國企業擔心這個規定 這個物流也會因此中斷等等 所以又班時砸腳了 美國有幾個議題是不能碰的 其實這個碰了以後 就會造成很多內部的對立 那可是這些議題裡面 最具爆炸性的就是這個墮胎 這個議題會讓美國人很多 這個會越來越兩極化 我們今天講支持墮胎的 有1萬個理由 反對墮胎也有1萬個理由 那他一碰撞的時候 兩邊會走極端的 事實上在70年代 他們這個議題的時候 在街頭上已經是相當火爆了 70年代對美國人來講 是一個火爆的年代 他們各個地方的這種舞鬥 各種不同意見的舞鬥 還有跟政府的舞鬥 你去看看多得不得了 那當時雖然他們 他們當時有越戰的問題 有人權的問題 當時也有這個墮胎的問題 那最後墮胎的問題 也有一個判決 高等最高法院一個判決 就把它決定了 因為最高法院那個時候 還有足夠權威 一錘音以後 慢慢這個問題就變成怎麼叫 就平急下來 停急下來 可是沒想到 沒想到這個保守派現在 經過50年以後 又開始還擊 在這個時候的美國 把這個議題 把它重新引燃 加入火藥 加入汽油 對美國非常不利 中天觀眾 油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